大家早上好,我是Kimberly,今天的思宜 为了配合今年国际妇女节 新加坡创价学会妇人部与女子部 自2019年起开始举办年度公开讲座系列 通过讨论与当前社会环境相关的话题 作为一种联系社区的活动 我们很荣幸邀请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以国立大学医学组织首席研究员 兼云居治理教授的方黎博士 来指讲我们的讲座 我们先欢迎她 在讲座开始之前 让我们欣赏HES向日葵舞蹈方的表演 题为莲花盛开的舞蹈 体现了生命的起伏 和人类坚密不拔的精神 感谢向日葵舞蹈方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再次给她们鼓掌 现在让我邀请郑丽燕女子部长自开幕词 郑小姐请 风磊博士 还有副文部长 还有各位会友 还有朋友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 真的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基于生活方式的干预 与失智症的预防 据新加坡国立神经医院 所最新的数据呢 自2015年被诊断患上年轻失智症的人数 有座年攀升的迹象 专家们也显示年轻失智症与长者的失智症 所展现的症状其实很相似 比如记忆力退化等 不过年轻失智症更有可能展现某种非典型的症状 比如说言语的退化 对于视觉或空间辨识的困难等等 所以一般感觉上退化的可能是比较快的 症状如果不是偶尔的发生 而是持续的发生 还有恶化的现象 就要赶快求医提早诊断 延缓恶化 失智症夺走了他们人们的记忆 思维和独立的能力 它是一种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 给患者和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通过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进行定期的筛查和积极参与社会的活动 我们可以减低患者的风险 积极地参加社会的活动 与他人建立关系 学习新的知识 培养新的爱好 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大脑的活跃 创架学会从正面的角度 去面对这些生活上的课题 而日联大圣人的佛法 教导了解决这些根本 课题的最完善的方式 大圣人的佛法教导我们 怎么悠然地克服 死苦 生老病死 及其他无数的苦恼 甚至把这些苦恼化为助力 度过长乐我尽的人生 信心能使预防疾病的智慧 发挥作用 借助医学的能力 保持身心健康 度过美好的生活 尤其为法 为人 为社会效劳 会使生命焕然一新 成为生气勃勃的人生泉源 让我们共同地紧动 一同建设一个健康长寿的社会 一同地努力 希望今天的讲座会圆满地成功 大家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所以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郑小姐 现在让我邀请今天讲座的主持人 刘丽敏女士 她将为我们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 刘女士 请 大家早上好 我是刘丽敏 是今天讲座的主持 那么在讲座还没开始之前 让我先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讲师 丰磊博士的背景 那么丰磊博士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与国立大学医学组织 杨露林医学院心理医学系 首席研究员兼研究助理教授 他专注于晚年失智症 和认知能力衰退的流行病学 以及行为预防方法的研究 封博士在中国山东 接受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培训 于2009年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有丰富的教学和临床经验 曾在中国山东 维方医学院担任医学心理学讲师 并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 除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 2013年 封博士还在剑桥大学精神病学系 接受社会神经科学培训 和2016年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认知老龄化和老年流行病学的访问研究 封博士从事脑与认知老化研究 已经有20多年 发表过200篇的研究论文 作为首席研究员 他已累积获得了450万元的研究基金支柱 为该领域的进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封博士还是华人认知老化研究联盟的共同创办人和联合主席 他的研究成果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如海峡时报 联合早报 亚洲新闻频道 新传媒8频道 英国广播公司 哈佛健康 CGTV等 2019年至2022年 冯博士担任新加坡行为健康学会的副会长 此外 他还担任了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和副主编 他是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副主编 也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编委 他最近获得的奖项包括 国立大学医学组织学术医学发展奖 国立大学医学组织临床科学家项目奖 卫生部转型奖 以及卫生部临床科学家奖 那么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封博士学习了 要聆听他的这个演讲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封磊博士 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受到创架学会的邀请来做这个讲座 然后呢 我相信可能在座的没有医学专业人士对吧 也可能有 有没有 这样我会根据我们的听众的背景来调整我的讲座 因为大家听说过阿兹海默病吗 听说过 那么有没有朋友或者家人有这个问题 有 那说一个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记忆下降 好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知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我会用华语来讲座 但是呢 我的PPT是英文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 如果您是英文背景呢 可以看我PPT 如果是华语背景呢 这样我讲起来就很容易 一会儿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但是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也随时可以问 所以说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是吧 生老病死 如果说佛家讲 求不得 愿正俱 对吧 爱别离 所以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 人生本苦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 我们到了老年呢 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的功能都会下降 尤其是 对吧 这样能觉出来啊 比如说骨骼也是 我有颈椎病啊 我在五年前也就花了 所以我的脖子会经常晃来晃去 所以我说呢 风老师的脑袋 大概五十岁 风老师的景象八十岁 但是我还有一颗十八岁的心 这个 我觉得 这个皮囊的年龄 不代表你的灵魂 对吧 可以有一个很老的皮囊 但是可以有一个很干净 很淳朴 很年轻的心 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跟大家的这个认识是同步的 所以说我们大多数人是正常的 对吧 是正常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会 诶 换上了这个 所谓的 好像打不上去 对 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灯 对 如果能 好像我打不上去 换这个 好的 对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 就会患上这个失智症 以前叫老人痴呆 但是老人痴呆 这个不太 不好听啊 就像是说 吃又呆 是吧 不好啊 失心妄想 这个呆子 所以说呢 我们叫失智 就是失去了你的 认知的能力啊 这个比较中性 现在啊 那么 在中间有个阶段 叫做MCI 就是说呢 轻度的认知损害 那么 在这个阶段呢 可能我们有些症状 但是呢 还有可能能够逆转 或者是维持这个阶段 所以这很关键 但少部分人呢 诶 到了90岁 依然是 诶 头脑敏捷 我相信大家 肯定见到 这样的老人 对吧 我猜想 池田先生可能到了 也是头脑清醒 对吧 然后思维敏捷 这个 这叫做超级老人 是我们的梦想 每个人都做超级老人 不要变成失智老人 这个大概大概是 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 基本背景 然后呢 失智症 为什么 很麻烦呢 是一个非常 坦白讲 是一个 很让人 觉得很 很 痛心的 一个 疾病 因为不光是病人本人 痛苦 照护者 也是很痛苦 因为 牵扯很多的经历 有些照护者 可能出现这种 精神浩劫 各种问题 这是一些药物 就是说 失智症是可以治疗的 首先 但是 不能治愈 我就不去讲 具体细节了 这个有一些药物 大概大家知道就好了 就是有些药物 调整你的 大脑的神经低质 或者是 这样一些 大概大概这个意思 大脑里面的神经低质 所以说可以治疗 但是无法治愈 对 比如说呢 最近发展的 一些新药 像这种抗体啊 还有一些是基于这个 植物的 提取物的药物 依然 结果依然 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所以大概来概括就是 哎 对 这个 我这个不可以控制 对吧 对 大概大概呢 这些原理是什么呢 我稍微介绍一点 比如说抗体呢 就是 去 试图清除 大脑里边的 不正常的蛋白 叫做 淀粉样蛋白 Aβ Amyloidβ 所以说呢 如果清除的话呢 就认为 可以改善你的症状 那么这个药呢 叫做971 它是改善你的 肠道的菌群 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呢 改善你的 大脑的功能 因为有一个说法说 肠道是 人体的 第二个大脑 这个 所以Gut feeling 是有它的 这种 基础的 所以说 有这个肠脑轴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 这些药物的效果呢 也不是 那么的好 总之呢 目前 这个阿兹海默病 或者叫失智症的治疗 是可以治疗的 假说 家里有人 患上这个病的话 可以去神经内科 或者精神科 去看 记忆门诊 能治疗 而且治疗呢 可以延缓 它的 病程的下降 但是不可避免的 到最后呢 还是会 出现失能啊 这个 所以说 为什么这是一个 比较让人觉得 我觉得是很 比较悲 悲伤的一个 疾病 这个 因为大多数 其他的脑部的疾病 中风啊 这个 抑郁症啊 这些都可以治疗 可以治愈 甚至 对吧 但这个目前 我们还没有 整个世界 是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插这样一句 假如说 怀疑家人 有这样的问题 早做检查 早期干预 延缓下降 尽量地延缓下降 然后呢 如果有一些财产 或者一些 生前的一些 事情 最好做一个 生前 把衣柱处理好 就不要出现 因为通常会有一个 非常常见的情况 就是 大家在争论 儿女在争论 这份遗嘱 是 是妈妈在什么情况下签的 那个时候 她有没有 正常的这个认知能力 所以说最好是在 有评估 进行跟医生 评估的情况下 保证有一份完整的遗嘱 这不是个小问题 因为经常的 出现财产纠纷的问题 这个 所以说更悲哀的是 当老人过世之后呢 出现一些 为了钱去 妈咪有一套房子 这边两套房子 还有多少存款 多少股票 争来争去 非常常见 当然我相信我们 创价学会的会员 都是大爱的 不去争夺这种 世间的 这种生来之物 但有的人会 下一个 所以呢 这个 整个疾病的发展 是很 很长的过程 那么假如说 在这里发病呢 实际上 大概大概 大概率呢 病人还能够在 发病之后呢 至少活十年以上 所以这个过程 为什么很痛苦 因为你要 花费大量的精力 对吧 去照护 最后呢 可能 痛苦的不是病人本人 而是那个照料者 尤其到后期呢 虽然你在照料 可是他已经不认得你了 这个是谁啊 他不知道 这是我女儿吗 其实他已经忘记你了 在后期的话 这个蛮悲哀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是事实 那么在发病之前的 三十年 二十年 实际上大脑当中呢 就有变化了 那么常见的变化 比如说呢 我们从这里进去 有一个组织叫做 海马 海马体 它主管记忆 那么 很早之前呢 这个海马体会萎缩 变小 那么这是一个 早期的征兆 但是呢 这个需要影像学来发现 那么 这个是出现在 记忆力改变之前 所以说呢 这里是发病 但是之前呢 可能海马已经变小了 那么 我们的脑基液里边 就出现这个 Aβ的变化 等等 还有T的变化 大概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 来早期发现 但是往往呢 这些检查呢 通常的 诊所 它没有提供啊 因为你没有症状 你不会去看 这些问题对吧 晃一下 没有 就像是这个 颈椎的问题一样 一开始好像不是很严重 然后你也没有去查 后来一看 这个好像突出了 那时候才发现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个可以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复杂 就可以过 所以呢 预防很重要 我们刚才讲了这样 假如说 病人进入了 比较严重的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 让他尽量地 活得质量高一点 对吧 那么 在早期含有功能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 延缓他的下降 而且让他有机会 在生前 在完全失去 他的这种 功能之前呢 能够完成 他想做的事情 以及处理好自己的 大家是不关心的事情啊 身外之物 给处理好啊 也有可能有的人呢 他觉得 他刚诊断了AD是吧 他知道可能三天后呢 我有可能呢 就无法旅行了 但是我的梦想是 在我往生之前呢 我想去一次印度 去看看 某一个 特殊的地方 对吧 或者我想去一趟 珠峰 爬一下 珠摩拉玛峰 有可能啊 有的人是这样的 他或者我想 我这辈子没有跳过伞 我要跳一次伞 所以说在 含有能力的时候 完成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不要可治愈 应该这样讲 然后呢 在 之前的漫长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 发病之前三十年 可能你的大脑里面 就变化了是吧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什么叫做预防呢 预防就是 降低它的 发生的几率 对吧 不可能说完全的预防 但是 或者推迟它的发生 假如说 我们的预期寿命是 八十五岁 如果你什么也不做的话 七十五岁 诶 失智了 有十年时间 大概你会经历 轻 中 重 最后往生的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你做很多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 有很多办法 你可以在八十岁 才失智 这样已经得了 五年的时间 对吧 所以说预防不是说 我们做这件事 做这些事呢 就一定会让它不发生 而是我们做这些事呢 能够延缓 或者是减少发生的概率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哪些办法可以呢 这些是我们已知的 这个锻炼是一定可以的 运动 运动一定是好的 运动可以改善你的心血管 是吧 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运动 这个运动 然后呢 增加你的这种认知的活动 包括这个认知训练呀 总之是动脑 各种活动都可以 我觉得背诵经文 应该也是可以 对吧 你要记住它 是吧 那可能 可能有一个早期的征兆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比较适用 你以前背经文 背得很熟 有一次发现 好像我要忘词了 小心点 要去看医生 我说的是以前你背得很熟 突然有一次 发现我 忘词了 对吧 这个是 然后呢 保持这个社交 丰富的社交的网络 我相信这个对大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有这个活动 对吧 然后 早期的发现和干预 抑郁 情绪的低落 是一个风险因素 所以抑郁是个风险因素 大概大概是这样 其他的有些呢 不是说特别的确定 不是特别确定 另外呢 早期的这个 去管理好糖尿病 三高 高血压呀 高血脂呀 糖尿病 这些都是风险因素 然后这个 防止肥胖 这个不要抽烟 当然这个 我也是个烟民 经常的是 知之而不能为之 这些是问题 这个 知之而为之 是知也 知行不能够合一 我承认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中心主任医师说 你是研究长寿的 你要做一个榜样 但是我承认 首先承认问题 承认问题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吧 其他的其实可能不太适用 所谓的这些抗炎药啊 等等 是吧 还有这边有一个 就是饮食的健康 因为关于AD的研究 大多数始于西方 所以他们发现 地中海饮食 是有益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迷信 西方的发现 因为人群不一样 对吧 所谓的地方 所谓的地中海饮食 多一些植物呀 豆莢类的呀 绿色植物呀 然后多吃鱼呀 是吧 橄榄油啊 健康的油 是吧 然后少吃肉 尤其是少吃红肉 什么叫红肉呢 你看到它是红的 它就是红肉 看到它是白的 它是白肉 很简单 你看到它是红的 它就是红肉 所以说少吃红肉 多吃鱼肉 然后多吃蔬菜 多吃水果 然后呢 吃糙米 这种有那个壳的部分的 然后按照地中海饮食呢 还要每天喝一杯葡萄酒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事情 跟咱们关系不大 所以大概大概 如果总结的话 运动你的身体 然后运动你的大脑 然后呢 社交 跟人聊天 无论何种社交都有帮助 你跟别人聊天 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用脑 对吧 然后你心情又会愉快 保持心情愉快 多运动 多见人 多参加活动 多念经 然后这个 不要太胖 不要太胖 然后呢 控制三高 血糖 血压 血脂 控制三高 然后呢 饮食健康 我们其实对于本地的 我们的长者群体 我觉得可能增加植物性的 因为大多数人吃菜 吃得不够 减少肉 增加菜 尤其是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 大多数的 我们本地的 乐龄人士的 蔬菜的 受量 是不够的 然后肉类呢 少吃红肉 如果能不吃 最好 当然说也很难拒绝 可以用白肉来 替代红肉 白肉就是 你看它白的 它就是白肉 很简单 然后呢 让我想想 可以喝点茶 这个不要抽烟 偶尔喝点酒 然后 可以吃点蘑菇 大概大概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这些 然后如果是烹调的方式呢 最好不要油炸 你可以这个 蒸 煮 然后呢 如果有可能呢 尽量地不要在咖啡店 和小贩中心吃 自己做 因为他们的油很坏 当然这个 我这样讲的话 马来西亚的 棕铝油制造商 就要有意见了 棕 他们大多数的 所谓的混合油的 主要成分是棕铝油 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油 棕铝 那个 PAM 当然 这是实话 实话实说 不能因为 不能因为 小贩中心吃的话 大概率 你的油脂 是不健康的 多饱和脂肪 它不够的 大概率是饱和脂肪 多一点 所以说 能自己做着吃 就不要在外面吃 而且他们菜饭 好像洗得也不是很干净 有时候不太洗 坦白讲 确实 确实这样发生 如果你去后厨的话 你会发现 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好 所以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生活方式很重要 我们举极端的例子 假如说呢 我们 李医生在这里 李医生是中医师 从成都过来的 中医教授 自从他来了之后呢 所有我认识的人呢 都被他把过卖了 大家也可以让他把一把 不过人太多是不可以的 假如说极端的例子 李医生呢 每天能让他吃这个 假如我吧 我吃这个 就是这个 里边是有这个 肉 一些加工过的肉 是吧 火腿这种 就加工的肉 还有一条就是尽量地减少加工 比如说你能吃鲜肉 就不要吃换了冻的肉 能吃 就 能吃真正的肉 就不要吃那个火腿啊 那些 腊肠啊 那些东西 就是 食物被加工的越少 越好 越接近天然 假如说每天早上我就吃这个 是吧 里边是火腿 然后喝杯咖啡 我还加糖 我还喜欢加糖 我让他 我没有秀歹 我是 多了歹 丢好几勺 这就是我的早餐 天天这样吃 天天这样吃 然后呢 李医生呢 他每天等他喝杯绿茶 然后这个 哎 蔬菜 豆子 啊 这里边是什么 大概大概有可能呢 里面加了点 这个 秋娜 你看他得到了什么呢 他得到了 Omega 3 对吧 他得到了绿色蔬菜 绿茶 多酚 抗氧化剂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了糖和肉 然后呢 就会出现 我会越来越胖 然后呢 我的动脉 周样硬化 然后呢 我换上 AD的风险 就会增加 不光是AD 我患癌症的风险 会增加 癌症 中风 心脏病 的风险 都会增加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极端例子了 当然我也不可能 天天 天天这个 这样吃 对吧 但是 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也不可能 不吃肉 对吧 我们说红肉不好 可是我想吃个牛排 我就是想吃个牛排 对吧 那也不妨吃一下 但是要有度 对吧 不能天天吃 那我一个星期吃一次 可不可以 然后其他的天 我吃点健康的 我吃鱼肉 对吧 或者我今天吃素 或者是我今天就不吃了 这个叫阶段性的 短暂的进食 是有帮助的 短暂的进食 是对人体 是有效的 这是一个极端例子了 这就是说 为什么进食有好处 但是我并不是在鼓励大家进食 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人 进食的话可能 或者你有一些低血糖的问题 可能进食给你带来坏处 对吧 你已经很虚弱了 你在进食 可能趴下摔倒了 对吧 所以说 因为在大量的动物研究当中呢 发现这个所谓的 这种饮食的限制 就吃得少 但是呢 吃得好 保证你的营养素的摄入 没有缺 只是少了热量 只是控制热量 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让你活得更健康 这个是很多研究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人就开始执行 这个所谓的间歇性的进食 你不可能 比如说一个星期 有一两天不吃 或者一天不吃 或者说 或者你把你吃饭的时间 集中在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 以前的和尚是过五不时的 对吧 我们现在都吃晚餐 其实以前一天吃两顿饭 我们的食物多了之后 才有三顿饭 这个尤其是晚餐 吃得很 往往是晚餐很重 其实应该是早餐 吃得更多一些 晚餐是最轻的应该是 但是因为社交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宴会 都是晚餐 是吧 变成了其实晚餐 吃得很多 最好的 是早餐吃饱 午餐 吃好 晚餐吃少 对的 所以说 看 您可以做营养师了 所以说 永远是 智慧是在我们 大家的 头脑里 对吧 早餐要吃饱 午餐要吃好 晚餐要吃少 甚至不吃 吃一个水果 吃一个胡萝卜 吃一个西红柿 吃一个黄瓜 也可以嘛 对吧 这个我觉得可以过了 因为这是一个生物机制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太科学 总之 吃得少 又吃得好 可以让你健康长寿 例子 比如说马哈蒂 它算是健康长寿吧 算 我们要承认它算 虽然它有时候做一些决定 让我们不太高兴 但是它算是健康长寿 虽然 那个什么 什么KL到新加坡的那个 是它决定不休了 但是你得承认它 它的饮食就是 我只要吃 我只要吃 让我能活着就可以了 它吃得蛮少的其实 其实很多人吃得蛮少的 这个 人类的 在我们的祖先 当然说 假如我们相信进化论的话 或者说一百年前 人类吃饱饭 只发生在一百年内 是的 这个 一百年内的农业 出现了这个 非常快的进展 所以说呢 我们才吃饱饭 但是我们的基因呢 为什么说人会长胖呢 又很难减肥呢 因为在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祖先 得到食物的机会 比较少 得到这药就赶快吃 赶快吃赶快吃 然后存点脂肪 为什么呢 吃了这一顿 下一顿不知道在哪呢 我们一群人 打了一只 什么动物 打了一只 什么小鹿 把它吃了 然后下一次 我们打到小鹿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 人类的进化 但是后来呢 食物的获得性 越来越多 导致现在过营养 热量是过的 而且现在的 这个食物的 这种烹调的 各种手段 很 对吧 你很难拒绝 这个 但是我们的基因 不是用来设计 成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晚餐少吃一点 甚至不吃也可以 这个 这个 大量的研究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不太需要 这个部分可以过 这个是我的私货 因为前面 澄清一下 前面讲的是 目前我们的知识 运动 动脑 社交 心情好 然后控制三高 然后多出菜 少吃红肉 这个 尽量地自己做着吃 蒸 或者煮 不要带小饭重新吃 尽量 它的油不好 这个 菜也写不干净 然后尽量地少吃一点 尤其是晚餐 这个 让自己 吃的目的是让自己 能量够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能量等于是 一个蓄水池啊 进和出 对吧 你出的少 进的多 自然就越来越胖了 是吧 就像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想想 其他的 大概这样了 基本上这样 植物性的 植物性的食物 尤其是绿叶蔬菜 多吃一点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研究啊 蘑菇可以多吃一点 这个 因为我发现很多这种 这种阿嬷说的话 都是真的 这个 你看 多吃蔬菜 你看吃菜 吃菜 然后还有这个 叫什么 四条腿的 不如两条腿的 两条腿的 不如一条腿的 一条腿的 不如没有腿的 真的是这样 四条腿的是什么呢 牛羊 是红肉 两条腿是什么 鸡鸭 是白肉 一条腿的 就是这个 蘑菇 所以说呢 蘑菇又更好 还有营养 蘑菇 没有腿的是什么 鱼啊 鱼 鱼没有腿 是吧 鱼肉 富含这个DHAEPA 多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说 大概大概 你想如果按照顺序来的话 就是 你吃一条腿的 或者是 没有腿的 如果可能想吃物的话 吃两条腿肉 不要吃四条腿肉 大概就够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研究 我具体 我不会太详细 下一点 下一个 大概率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研究 大 大多数的 参与者是在育朗那一区 这个 我在育朗有一个中心 那个时候 我来解释一下 这条线 这个 竖着的代表 你患上这个 认知损害 或者叫AD的风险 那么往 以下代表 降低风险 这个越小 风险越低 那么这个横轴呢 是吃蘑菇的量 每个星期 一份 两份 三份 四份 五份 六份 七份 八份 几份 确确实实有人吃到九份 天天吃蘑菇 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 一份蘑菇 大概就是 那个 你大概可以想一个盘子的四分之一 或者是一小碗 一小碗 假如说 或者是那个 标准的 大概我们的 杯子的一杯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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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那么 OK 所以说 越吃的蘑菇越多呢 你患这个 认知损害的风险 就 越小 这个 如果你不抗拒蘑菇的话 不妨试一下 这个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任何理由 去吃我们不想吃的东西 对吧 这个 也不能因为健康 让自己 牺牲了自己的 这种 这种舌尖的快感 好 下一个 再下一个 这个蘑菇的 不同的蘑菇它含 这些含量不一样 我就不讲了 再下一个 所以呢 还有一个就是喝茶 这个喝茶也可以降低风险 当然了 喝茶呢 就不要加糖了 这个 喝茶 没有糖的茶 至少至少也是少糖 这个是有帮助的 一天一杯就够了 大概大概 大概一个星期 你有三天吃蘑菇 然后每天都喝一杯茶 我觉得风险就能降低 让每天适当地运动一点点 这样 最简单 每天一杯茶 每周吃三四蘑菇 然后呢 每天运动半小时 每周跟朋友 诶 我不知道干什么 念念经 或者打打麻将 或者唱唱歌 或者跳跳舞 总之每周有 两到三次的社交活动 大概我觉得你的风险 就能降一半以上 基本上 一半以上至少 那些什么保健品 不需要的 下一个 对 因为很多保健品啊 是吧 你看有卖EGCG的 这是从茶叶里来的 有卖这个茶叶酸的 为什么你不能 直接喝茶呢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能够通过 正常的渠道摄取的话 就不需要去 吃那个supplement 因为那个supplement 它的成本很小 它卖得很贵 然后呢 你的钱包会被 他们掏走 简单一个例子 Omega 3 对吧 Omega 3 你一个星期吃两次三文鱼 可以了 一个星期就已经有了 为什么你要去花 很大的价钱 什么有萨辣还是GNC 你要去买那个东西呢 当然说 如果你就是不吃鱼 你可以考虑 这个可以过了 所以喝茶很好 音乐也很好 其实有一首歌在这 但是这个声音可能放不出来 因为我有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老人在一起唱歌 这一件事就能够 你唱一下 你看为什么说音乐好呢 舞蹈也很好 为什么 我们举一个例子 刚才的舞蹈 第一个你要记住动作 对吧 第二个它有运动 对吧 然后第三个 你还有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在一起有协调 有这种归属感 还有成就感 对吧 我再跳一个舞 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是吧 所以这种 人生要有目的和意义的 哎 跳一个舞之后 等下巴巴巴巴巴 拍照是吧 运动了 动了脑 感情得到抒发 还得到了成就感 对吧 所以说 任何一种这种文体的活动 都是有帮助的 我认为包括念经 下一个 对 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我分享的都已经在下 但是呢 问题 就是目前我分享的是 我们已知的 我认为 可以非常有信心地 分享给大家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依然处在一个 非常初级的阶段 就像瞎子摸象一样 你摸到了这个 腿 哦 大象是个柱子 你摸到了耳朵 哦 大象是一个扇子 你摸到了尾巴 哦 大象是一条蛇 所以说呢 科学为什么 是很缓慢的 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点 把它拼出来 这个 目前已知的 我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应该上面不需要了 我再重复一遍 大家可以 最后最后最后一点 运动 运动 动脑 社交 心情好 运动动脑社交 心情好 保持心情愉快 可能心情愉快更重要 我应该这样讲 心情愉快 适当运动 多社交 但社交不要生气 不要出去就跟人吵架 那个打麻将 一拍桌子 走了 或者打麻将 你输了两块钱 不干了 这个不要生气 第一个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啊 心情愉快 不生气 适当运动 选择你合适的方式 多用脑 任何一种形式 都有帮助 多社交 不要吵架 这就是这一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是 第二部分 控制三高 肥胖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 高血糖都要控制 控制三高 然后吃得健康 什么叫吃得健康呢 少吃红肉 多吃蔬菜水果 尤其是绿色蔬菜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这个红肉 如果是一定要吃肉 多吃白肉 然后呢 这个可以 四条腿的红肉 不如两条腿的白肉 两条腿的 不如一条腿的蘑菇 一条腿的 不如 没有腿的 这个 然后呢 每周可以喝 每个星期 可以吃 比如说三四次蘑菇 三四次蘑菇 如果你喜欢的话 然后这个 每天喝一杯绿茶 然后呢 尽量地不要在小贩中心吃 他们的油不好 在家里煮 家里煮的话 尽量地不要炸 要那个蒸和蒸煮 然后尽量的食物是 加工的步骤越少 越好 大概大概 然后不抽烟 少喝酒 这个 大概大概 我觉得你能做到这些的话 大概率呢 我相信 应该 失智症和你没关系 我觉得大概率 然后呢 这种 supplement 适当地 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来服用 比如说 我是纯素食 对吧 我知道我一定会缺B12 因为我没有吃肉 比如说本地的西客人 很多就是缺B12的 和尚和尼姑也是缺很多的 因为他们不吃肉嘛 所以你要补一点B12 就够了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 你就是不吃鱼 对吧 就是不吃鱼 也不吃坚果 不喜欢吃那些开心果 什么什么的 不吃鱼 不吃坚果 那可能你会缺这个 多不保护脂肪酸 你就补一点 那个也可以 就没有一件 一个所谓的补充剂 叫supplement 适合所有的人 如果有人跟你讲 这个东西既能治你好 这个又治好 这个又治好 那个 让你恢复青春少女的容颜 让你白发变黑 让你这个逆生长 既能治疗你的糖尿病 也能帮助你的这个高血压 那基本上就是想掏你的钱包 你可以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我就是不买 好的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 谢谢大家 感谢风博士 感谢风博士的精彩表演 的分享 可以有表演 对 刚才我们有唱歌 我们都有唱歌 对 好 我相信大家有问题 想请教我们的风博士 让我邀请我们的刘女士 主持与风博士的问与答 您可以小瞄 这是屏幕上的 sido.com 使用代码 0903提交问题 并进行投票 或者您也可以举手 我们的执行人员 会给你麦克风 让你提问 OK 所以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了 再次大家早上好 那么很感谢风博士 刚才在讲座时的讲解 那么他也很轻松的 让我们 以很轻松的方式 让我们学习 真的是很感谢他 那么关于这个 失智症的课题 还有如何 降低失智症 等预防 相信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有两个方法 发问呢 就是大家看到荧幕上呢 就是有那个slido的密码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输入进这个slido发问 好吗 那么我的这个平板电脑 就会看到大家的问题 或者呢 你觉得就是说 我不要 我就直接从我的作息发问好了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也会把麦克风交给您 可是首先你要先举手 他们才看得到你 好不好 有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凡是跟健康长生有关的都可以问 不一定非要只是失智症 哈喽 哈喽 请问博士 我先生哦 我先生在这一年来 因为没有工作了 他好像什么都忘记的 你刚才讲的东西 他一下子忘记 可是很久很久的东西他记的 那么他又好像 我不 好像他一有粗粮有钱 他就出去 花到看看空空了 回来的 很奇怪的 这个是不是失智症的 他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容易忘记 但很久之前的事情 几百年前的 他是记得 几百年前 他小时候的 不是您先生 是第几次做人 他小时候读书的同学 什么名字他记着 昨天你跟他讲的东西 三个月的东西 或者人家看了电视 他看电视 他不懂电视讲什么的 新闻 了解 我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呢 所谓的近视遗忘 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特点 记忆的下降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容易遗忘 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这个海马体 对吧 我们的海马掌管记忆 把那个记忆呢 从短期记忆 转换成长期记忆 然后呢 当我们有一点问题的时候 这个海马体的功能 它就下降了 所以说呢 这个记忆转化呢 就出问题了 反而 很久之前的事 它已经记住了 已经记住了 就像是这个CPU和硬牌一样 对吧 现在CPU出了问题 那硬牌里边 已经存进去的 就存进去了 小时候 小学上的哪个小学 第一个女朋友叫什么 等等 他可能记得很清楚 当然几百年前的事情 不太可能 那是前生的记忆 我还没见到 能回忆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需要 让他做 刚才我说的 所有的这些 然后同时呢 如果他的记忆力 持续下降 可能要去看医生啊 这样 他有 对吧 他有锻炼吗 现在是个好事啊 没有钱出现是个好事啊 但是他有运动吗 对啊 他可以运动啊 他去喝咖啡 他喝的是 COPYW 还是什么 咖啡屋啊 他要喝咖啡屋 不要喝加糖了 不要 不要COPYCOPY什么的 他很 管他有参加 学义活动 我是觉得 每个人都有他的 能改善的地方 对吧 他在咖啡店 坐着聊天的时候 好吧 你确定他没有喝啤酒啊 没有 他从来没有喝啤酒 建议 刚才我讲的 都可以 推荐给他 同时呢 如果有问题呢 就去看 继续下降 就去看医生 这样 好吧 就要把他的钱都收走 所以 这位夫人部 所以就是 我们 博士的建议就是 要 要去看医生 要 要带他去看医生 那么 要鼓励他 多 多做运动 那么 看到有下一个 下一个会员 想发问 对吗 请问 刚才你讲到红肉 对吗 三文鱼也算红肉 那 可以适当吃 三文鱼不算红肉 我说的三文鱼不是红肉 三文鱼是没有腿的 我说的是长四条腿的 四条腿的 因为三文鱼也是红色 不是 那 番茄也是红色呀 我讲的 但番茄很好 对吧 番茄是很好的一种蔬菜 部长也是红色 穿红色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说看到是红的 肉就是红的时候 我说的是那个四条腿的 其实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已经患了 有抑郁症的 他们是不是有 中里面学的风险比较高 那怎么防止 如果是有抑郁症的话 会增加风险 确确实实 应该会增加两倍左右 其实我很少谈到风险因素 比如说有一个基因 叫ApoE 那个就会增加很多风险 这个如果有抑郁症的话 我的建议是 就是控制它 控制它 控制好它 然后 注意水访 对吧 然后按时吃药 然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抑郁症也有帮助 运动和这个正念 对抑郁都有帮助 其实 正念就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改善情绪的办法 谢谢 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壮年 举手 是吗 鸭肉两个 两条腿的 鸭肉是两个腿 鸭肉是白肉 你看 你去比较一下那个牛肉 对吧 真的是 如果你是这个 叫什么 如果你去点牛排 点的是稍微 稍微什么 真的是写在里面 稍微有写 对 但是鸭肉 其实是白肉 你把它斩 斩出来一看 是吧 是白的 所以鸡鸭肉 比牛羊肉好 应该这样讲 鸡鸭肉比牛羊肉好 鱼肉又比鸡鸭肉好 那里有位夫人 不是问什么 什么比较好 是这样吗 吃鸡比吃鸭好 我不是营养师 但是我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吃鸡和吃鸭 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 你吃的是什么部位 要不要去皮 我就是喜欢吃鸭皮 当然你就不好了 我就喜欢吃鸡皮 吃那个油油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是取决于 你吃的部分 然后你做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皮 应该这样讲 就像是牛羊肉也一样 有瘦肉有肥肉也 这个不同的部位 那么大家刚才问的 都是关于肉类 有没有问题是 这两位夫人 什么 脑收缩 就是脑收缩 对吧 应该这样讲 是不是前兆 应该这样讲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 都会变小 都会变小 过了五十岁 其实我的大脑 比五年前就小很多 大概大概了 我们过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每年你的大脑 会减少1% 这个是正常 肌肉也是一样 但是它有一个度 这个如果很快 那就有可能 只能这样讲 有可能是 失智症的前兆 尤其是海马 如果你看到海马变小 大概率是前兆 也要看部分 这里有一个 你好 我们在画面上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是在饮食上 吃的健康 还会患上失智症 我应该举这样的例子 我举个反例 有人说抽烟挺好 没问题 为什么呢 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 邓小平活到了 这样的年纪 也有人说 你看喝酒也没问题 我们永远不要 只看一个因素 比如说 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 但是他活得 九十多岁 对吧 不等于抽烟 对你是有好处的 然后 还有一个 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 它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 多因素 不是一个因素 多个因素在起作用 有可能你吃得很健康 但是你心情很郁闷 然后呢 你也不运动 然后呢 你这个也不动脑 对吧 假如说有二十个因素 你只有两个好的因素 其他的都是坏的 对吧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它是个复杂的 多因素的一个疾病 所以说不是一个因素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拿我来举例 来评估我的风险 我没有做基因检测 我不知道 我没有这个基因 叫APOE 如果有的话 我会有两倍的风险 如果有两个 这个APOE的话 我会有十倍的风险 但是我决定不做 因为我宁愿不知道 生活方式 我基本没有运动 所以一个风险因素 对吧 我有抽烟 风险因素是吧 我有喝酒 风险因素是吧 这边三个 对吧 我认为 我大量地用脑 所以有一个保护因素 对吧 我认为 我的社交很活跃 是个保护因素 我认为 我基本上 没心没肺 快乐加倍 所以又是个保护因素 对吧 我每天喝茶 也经常吃蘑菇 还有什么因素 我不算很胖 所以是中间 再往这边走 我目前 我的运动不够肯定 这是个问题 对胖子来说运动是很 先减肥 然后我的 就叫什么 三高 我有胆固唇高 血糖不高 血压不高 大概大概 你可以算出来 对吧 假如一项是一分 你得多少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它不是 就像是小六会考一样 不是只考数学 对吧 好几门课呢 你算的是总分 对吧 我们是算总分的 好 那么在这里 就是大家有投票 是吗 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 失智症是遗传病吗 我是 那么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改变基因 那么是不是就无法去预防呢 应该这样讲 失智症不是一种病 对吧 失智症是多种病 不同的病种 那么有一种叫做 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 那确确实实是跟遗传有关 那有的家族 它每一代都会 六十年前会出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很少很少 这个纯基因决定的 阿兹海默症很少 那么其他的两种 一种是晚发的阿兹海默病 就大多数的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 蟹管性的失智症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大多数是这个AD 其实还有蟹管性的 你的大脑里边 小蟹管 崩 崩 崩 破了 破了 或者是堵了 最后出现一些蟹管性的问题 所以说呢 遗传原因 主导的是早发性的AD 这个在人群里边 这样的分量很小很小 可能 我认为这里边可能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因为如果有的话 你一定知道 你的爸爸 你的爷爷 全部都是早期就有了 那假如说你的家族 每一代都是四五四岁 就有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你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对吧 然后另外一部分 有一个基因 这个APOE APOE 你的基因有两部分 对吧 一个来自爸爸 一个来自爸妈 是吧 两个 如果是你有一个 你的风险大概是两到三倍 比正常人 有两个大概是八到十倍 但是呢 它仍然只是一个因素 假如说你每个星期 吃四份蘑菇 你的风险降低一半 就能抵消你携带这个基因的风险 还是这句话 我们看的是总分 对吧 不是看一个因素 有多个因素决定 多因素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道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在讲座的时候 博士有分享说喝茶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喝哪一种茶适合 因为市场上还有很多不同的茶 黄茶 红茶之类的 我从茶开始讲起 茶来自一个植物 只有两种 一种是小叶种 一种大叶种 破热是大叶种 然后呢 茶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含多酚 茶多酚 还有茶氨酸 那所有的茶的区别在于 它含多酚的含量 然后所有的茶都含多酚 只不过是有的茶含得多 有的含得少 如果是在加工过程当中发酵 可以降低多酚的含量 但是呢 茶氨酸的含量不影响 我们绿茶泡出来是 茶汤式淡绿的对吧 然后你的红茶是红色的 普洱会稍微的有点暗黑了 因为多酚被转化成了 茶红素和茶黄素 所以你的口感也不一样 但是呢 我不觉得需要因为健康的原因 除非是你的肠胃啊 比较寒啊这种 去选择什么茶 你想喝什么茶 就喝什么茶 因为你喝了这个茶 你不高兴 记住了 心情不愉快是个风险因素 你为了一杯茶搞得很 假如说 哎呀老公 你一定要喝这个什么绿茶 还要喝西湖龙井 名前的 我给你买了 必须喝 你老公就喜欢喝Dao 他你每天强迫他喝 他很不爽啊 不仅抵消了喝茶的好处 还增加了他 抑郁 失智 和你离婚的风险 所以说 我觉得尤其是饮食 你喜欢才可以 不喜欢就不要做 不要因为 我就是喜欢吃肉 哎呀 哎呀 我太太就说 你就不能吃肉 你看你胖的 我就想每星期吃一次牛排 行不行 吃一次 露一次串 如果我不露一次串的话 我觉得很 心情很 很不舒服 对吧 那这个情况下 没关系啊 你可以 偶尔 偶尔 放纵一下自己 好 谢谢 还有 有 后面的 这位夫人部 我再插一句啊 不用喝贵的茶 不要认为贵的茶就好啊 那都是 茶商 掏你钱包的 喝茶不要加糖 喝茶不用了 你觉得 大概大概 不用追求贵的茶 除非 你要用它来招待朋友 要彰显一下 对朋友的尊重 就像喝茅台一样 茅台的成本是100块钱 他卖3000 收割的是什么呢 身份感 虚荣 和这种 智商税 茶是一样的 那种 那种很贵的茶 不要喝 觉得跟博士 除非别人送你 别人送你 也是学习了 很多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后面 有一位夫人部 想要发问的 后面的朋友 很少发问 我们让他发问 您的问题是 博士你好 我妈妈呢 是有肢脂症 老人科的医生说 他是在中 中西的 我们大概在5、6年前 我发现 他的记忆力不太好 所以就通过诊所 写的推荐信 到脏医综合医院那边 去对老人科看 一直都在看了 大概有6年吧 然后妈妈是一个 我发现的 Hypiditis B 就是那个肺 叫什么 带菌者 对 鱼肝 大病 鱼肝 然后一直都有 在看医生 然后给他吃一些 最近开始 这一年开始吃 杀这个 就是他的Virus的药 比较贵的药 对 然后 然后他也在 医生也给他 开 那个Tempo Nip 一个好像 像是保健类的 就是对脑好的 银性 有银腥成分在里面的东西 银腥液提取物 银腥液提取物 医疾就 医生就是 不是我们普通 就是保健类的 是医生开的那个药 然后他也有在吃 因为他有一点点 睡眠不太好 就是情绪不太好 所以你的药里面 我看到一个我不太会念 那个DONP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药 它是有这个成分 在里面让他吃的 跟其中一个 然后妈妈现在的情况是 我所做的是 我让他心情比较好 他有时心情会变得 比较半鬼脸啊 那样的 然后尽量让他心情比较好 然后我让他吃的饮食均衡 我听你这样说 红肉我们一般上吃的比较少 但是就是猪肉 我让猪肉捡的比较少 是鱼啊 鸡肉吃的比较多 菜也是尽量给他吃的比较多 炸的比较少 煎的有时有 不过蒸的跟炒的比较多 所以问题是 问题是妈妈现在的情况 我要就是说 怎么样去 我就是做了你所说的那些 我都带去老人中心 给他做运动啊 唱唱歌啊 这样 还有什么可以让他 为止 除了那个红肉 我要剪之外 可以减少 明白 还有多一点 所以问题是 所以这个问题是呢 目前呢 你的妈妈有吃抗抑郁药 有吃这个帮助睡眠的药 有吃银杏液提取物 有吃这个抗AD药 然后还有这个抗乙肝的病毒的药 吃的蛮多的 五六种 然后他没有三高 清新的是 然后我让他吃 就是维生素 综合维生素 然后来提高 他的抗氧化的那个成分 然后还有医师你提到 就是说我要做 还有什么我应该做 来维生素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因为他已经在服用药物 而且他的生活方式 还是很健康的 而且你还要给他 吃很多supportment 对吧 然后医生也有开 那个一些提取物 所以说基本上 我觉得你能做的 基本都做了 然后可能呢 我建议的是 第一个 你的妈妈有什么 想做的事情 以前的遗憾 然后让她完成她 在她的头脑还清醒的 还可以的情况下 去做一些她想做的事 她现在好像没有什么 那就尽量让她高兴就好了 对 我让季季保持开心 然后如果你的妈妈 对生活的事有什么计划 已经做了 那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让她开心 那么正面地去 对 让她开心了 只能这样讲 因为可能你会遇见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它会慢慢下降 我相信这位妇人 其实已经做得 已经做得很好了 已经做了 我觉得你已经基本上做了 所有你能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尽量让她高兴了 那么很抱歉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 其实也回答了蛮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不是二十分钟 我们已经超过了二十分钟 那么也是很感谢大家的这个问题 就是也是很感谢风博士 为我们就是一一的这个解答 这个对于失智症的问题 那么我 我可以多插一句吗 好的好的 因为我觉得她 还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讲 我觉得人要顺受 顺受 因为大概率 你的妈妈不会出现奇迹 她会一路地下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第一个是顺受 然后接触这件事 对儿女来说 然后你能做得 也做得很好了 不要过分地给自己提要求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必须这样讲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所以不需要再给自己压力了 如果你的妈妈 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你可以跟她沟通一下 问她一下 然后呢 我觉得接受 这个过程就好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可能我们还是要进行下面 待会儿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我们 可能我们在这个会议过后 散会过后 可能还可以 跟 就是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 很开心 就是能够呢 就是听到 风博士的这些 专业见解 那么相信呢 风博士今天所分享的 这些知识和经验呢 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 也让我们更有智慧 更正面地去面对这个失智症 这个健康的挑战 那么我们感谢 风博士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和我们 做出这样的交流 也希望 谢谢 将来会有机会 再与风博士交流 也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好 感谢两位 请两位留在台上 现在让我邀请 薛顺清夫人部长 上台颁发纪念品 薛女士请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谢谢风博士与大家 进行这么热烈的交流 现在让我邀请 薛女士自闭目词 薛女士请 尊敬的主讲嘉宾 风雷博士 各位创业学会的会员 以及朋友们 你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大家 在星期六上午呢 薛龙出席2024年创假女性的讲座 也衷心感谢我们的主讲嘉宾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风雷博士 你在百忙之中呢 抽出宝贵的时间 以我们分享 基于生活方式的干预 以自治症的 预防的教育性的课题 谢谢您 所以新加坡 以世界 许多的地方一样 失智症和其他心理的 疾病的形式 对社会构成很重大的 这个挑战了 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 跟预期寿命的延长 失智症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个人的整个社会呢 的福祉和生活质量 都受到了影响 除了给新加坡 医疗的这个保健系统 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也增加个人和政府的开支外 还可能导致家庭 跟照顾者的那种精神 跟经济的这个压力 患者呢 受到社会的孤立和歧视 卫生部保健的资讯的网上 有一篇题为 了解失智症的文章 这样的指出 他说在新加坡 每10名60岁以上的 新加坡人中 就有一位或有失智症 就相当于2018年 又有8万2千人 或有失智症 预计到2030年 增加到15万2千人 这凸显出 迫切需要积极的干预措施 和支持的系统 正如我们今天 从今天的讲座 我们学习到早期 干预是预防失智症 促进健康老龄化 和认知健康的关键 通过像今天的 创建女性的讲座 公共交易活动 和记忆宣查计划等的举措 我们有能力 掌控自己的认知 的健康 这些努力 对于降低知识症的发病率 确保建立一个 充满活力的社会 让人人都能优雅地 步入老年的 这个至关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今天我们也一起探讨了 健康老龄化的这个方方面面 以及生活方式的这个选择 在预防失智中的关键的作用 我们深入的也检讨了 营养对大脑的那种 健康的生源的影响 了解其实在饮食中呢 我们探紧某些食物 能显著的益处 就好像蘑菇对吗 所以在蘑菇能 触大我们大脑的健康的潜力 也在喝茶的好处 包括增强认知功能在内的 众多健康的益处 息息相关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个人之后呢 都会想到对话中 与会员朋友们进行 更多的饮茶的交流 我们去饮茶 这个好的一个运动 所以呢 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 强调了生活方式的选择 对我们认知健康的 生源的这个影响 通过采用这种丰富 补脑健脑食品的 均衡的饮食呢 保持我们的身体的活跃 培养社会的联系 和资历的追求 我们就能优雅的步入 年老并预防失智症的发生了 我们的恩师 前年大作的博士 曾经这样说过 怎么样才能扩大境界 那就要扩展人际的关系了 重要的是 人与人的那个联系 人与人的切磋 越是与人接交 来往的 我们的生命就越开阔 人生就变得更丰富 这番话其实强调了 培养巩固 关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我们年老的时候 在老龄化的社会中 社会的隔离呢 和孤独的风险增加 通过建立有意义的这种联系 和珍惜 以他人的纽带呢 我们是可以营造一个有力 而充实的一个环境的 也丰富我们的乐龄的生活 在新加坡创建学会呢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 当会员加强跟他人的联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间接地促进 我们心里的这种健康和社会的和谐 我们强调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 我们的理解和团结 超越差异 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个社会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通过提醒这些原则 我们能够为尊重慈悲 以及相互的支持的文化 做出贡献 并为心里的健康创造 积极的影响 尽一分力 所以这里我的小报告 我们的NDP要来的是四者的 所以博士说多运动嘛 所以参加国庆的这个 这个月底来报名可以吗 所以当我们将今天的讲座中的知识和启发 加以实践而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在自己的生活中 也在社区中倡导健康老龄化 跟失智症的预防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和我们共度了一个有意义的星期六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主讲嘉宾 凤雷博士 也感谢您对今天的讲座鼎力的支持 也祝大家 你们周 好 OK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今后有活动中 我们再见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薛女士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让我们再次感谢风博士 我也要感谢大家的出席 再次邀请大家 给予我们今天讲座的感想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提供您的反馈 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大家保重 谢谢 让我们现在题目参参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南无欧 南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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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